刚种下去的菜苗已经浇透水了 今天怎么就淹了呢 大家从市场上或者网络上买回来的菜苗或者花草苗 千万不要直接种到太阳底下去 最近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 我昨天刚种下去的菜苗已经浇透水了 今天怎么就淹了呢 像这种情况如果你是去菜市场买的苗 那它的根系可能就是受过损伤了 而如果是网络上买来的苗 它的那个育苗托是非常小的 所以它的根系发育的还不是很完善 所以你需要给你的植物一个缓冲的时间 有条件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植物移到只有闪光 但是太阳照不到的地方 一点关线都没有也是不太好的 那没有条件的朋友就可以像我这样 找一个东西把你的植物罩着 把阳光遮挡掉 最好是可以通风的遮阳网 那如果是这种大箱子大纸盒 你整个扣上去的话 你要给它两边戳几个洞让它通风 那像这样的麻布袋也是可以的 那我这个麻布袋是不通风的 所以还是要给它剪几颗洞通风 因为如果你不通风的话 太阳一晒它里面就跟蒸笼一样的 这样也会导致你的植物死亡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